你以為錢很好賺嗎? 通常我讀理財的書不到十分鐘就會想睡覺 因為我真的都看不懂 然後雖然他們會用很簡單的方式去解釋他的概念 可是我就真的不懂啊 我最近讀到一本書 它叫《我用菜市場理財法從月光竹變成父媽媽》 天啊!這一本書 其實它真的是讓我一讀就停不下來 然後還有一個晚上就把它全部都念完了 然後書裡面是在講說 作者呢他在生產第一胎的時候 很不幸的家裡剛好發生火災 然後一瞬間他什麼都沒了 然後還要付巨大的那個賠償金額 然後跟家裡的開銷還有咖啡 然後所以從那個時候 他就覺得他不認命 然後他一定要變有錢 然後何奈他才剛生完小孩 他又不能出去賺錢 然後他在醫院休養的時候 他朋友就帶了一些書來給他打發時間 誰知道 他開了那幾本書之後呢 他就是開始對他的金錢啊 應該說金錢使用的方式 開始重新審視了一遍 然後也就是這樣開始踏上他理財 那十一年顛覆的路程 然後這本書啊 它裡面有幾點其實還蠻值得分享的 第一個 他說如果你無法改變對金錢的觀念 那什麼書都幫不了你 其實他說的還蠻對的 其實信念跟觀念很重要 你的想法真的可以改變你的未來 你以為錢很好賺嗎 我一天要洗幾個頭 我要捡幾個葡萄 我要擦多少桌子 我要洗多少盤子 我要掃多少廁所 我要買多少水果 才能供得了你讀書 還有你的生活費 錢夠用就好了 不要去跟別人比 要知足 我們要腳踏實地 努力去賺錢 不要投金 你有沒有覺得這些話 聽起來很眼熟 家裡或是身邊有什麼大人 曾經跟你說過類似這種話嗎 其實這種這些話 會讓你相信 錢很難賺 然後你想要變得有錢 想要更多錢 是貪心的 是不對的 然後也會讓你覺得說 就是你就是要透過工作 努力賺錢 得到錢 才是正當的 但是其實這些想法啊 都是綁住你就是 前往那財富自由的 加速 雖然前進院公布了 台灣人民的平均薪資 高達49,989元 但是 你有領到這麼高興嗎 至少我自己沒有 面對物價上漲 可是你的薪水確實不漲 然後如果說你只是把你賺到的錢 存到銀行的話 你一輩子都存不到你退休金 所以啊 理財很重要 如果你不理財 財也不會理你 然後 建立正確的觀念 然後相信你會不用錢 很重要 那你觀念你跟信念對了 接下來就是 記帳 其實 記帳的目的不是在於紀錄 而是在於指導 它在於指導 未來有什麼項目是可以刪減的 什麼費用是可以減少的 而且你也能夠透過記帳 知道自己的大筆開銷 OK 你知道你的錢包裡面現在究竟有多少現金嗎 5 4 3 2 1 零 時間到 不知道嗎 那表示其實你真的沒有好好在管你的錢 我嗎 我也不知道 所以我才正要開始學而已 在你學會記帳之後呢 很重要的第三點 就是我們要投資 那投資的話 水公司非常的重要 那 其實 住者也把公司比喻成男人 現在現場有兩位男人 他們都賺了一百萬 然後扣要開支之後呢 其實 淨利五十萬 那今天A男 把四十五萬 提出來 存到他自己的戶頭 想要再投資 然後把剩下的五萬塊 匯到你的戶頭 給你當獎勵 然後B男呢 就把淨賺的五十萬 全部都賺到你的戶頭 給你當獎勵 那A跟B 你會選哪個男的呢 再傻也選B吧 百分之百的回饋耶 然後選公司呢 就是像這樣子 要選分空多等 然後除了這一點之外 其實作者還介紹許多就是 他一直以來的投資心得 就是如何去選公司 然後看基友股 然後有分享到就是 房地產投資的訣竅 作者其實本身從負債累累 然後透過十一年的理財 然後進而變成 身價資產破五千萬值比億 我真的覺得他很厲害 因為他也經歷了金融海嘯 然後那時期 他把他的本錢幾乎都要賠光了 可是他還是就是 從頭再來過一遍 所以我覺得他的精神 跟他的故事 其實可以激勵還蠻多人的 如果你也想要避扭錢 但是你還沒踩入 這理財的殿堂的話 這本書真的非常的推薦你 因為我終於找到了一本 投資理財的入門書 不會讓我拿來當枕頭 或者是專門輕用的 這是讀了 就是聽不下的一本理財書 而且很好懂 那我們今天就先到這邊囉 現在還沒等一下 後面還有彩蛋 不要急著關掉 那什麼是彩蛋 就是我們付出一些 這禮拜發生的事前 掰掰 要記得訂閱我的頻道喔 老虎 老鼠 傻傻分不清楚 滿臉 泥土 失敗的被葫蘆 小肚 好肚 想愛著別怕酷 戰鬥 清楚 吃早分是醉骨 我相信沒有人會送跟我一樣的禮物 好可愛喔 Happy Valentine Special Valentine gift instead of chocolate 好嗎